一不受辱 以死全劫南明贵王朱油郎 皇后王氏 王氏 江浙地区人 父亲王烈 曾经做过月中郡守 朱油郎被封为永明王时 王氏被封为王妃 王氏很懂礼节 对谁都既不傲慢无礼 又不第三下四 在宫中老幼上下尊卑 没有不夸奖他的 朱油郎自然也感到很高兴 于是就让王妃总持内政 大小事悉听他决断 他处理起事来滴水不漏 左右逢源 八面玲珑 宫中上下居是欢喜 龙武二年1644年 冬11月 朱油郎称帝 册封王氏为皇后 他的父亲王略被封为长州伯 永历元年1647年 春 孔有德 耿仲明率领清军向湖南进攻 河腾交的部将刘成印 率实进入桂林 拱卫皇室 想挟天子以自重 于是连骗戴宏家威鹤 就把永历帝骗到了湘西山区的武冈 改武冈为奉天府 作为南明政府的政治中心 同年七月 清兵连破常德 宝庆 执犯奉天府 刘成印眼见清军来势凶猛 赶到大势已去 永历帝已毫无价值 再带着他们是一个大包袱 于自己不利 经再三斟酌 为保住自己的官职 最好的办法是把永历帝 作为投降清军境线的一份厚礼 于是急忙暗中与孔友德勾结 准备降清 就在这关键时刻 永历帝得到了消息 急忙率领宫中护卫后妃 仓皇出逃 逃到二度水时 由于人马都拥挤在一起 把桥都给压断了 很多人掉进了水里 弄得浑身是水是泥 哭声喊声乱作一团 为了逃命 谁也顾不得这些 紧紧跟着永历帝 一气徒步跑了三百多里 皇宫深院里的精致玉业 哪受得了这些 真是祸不单行 偏偏老天爷尽下其雨来 大家已经两日滴水未尽 叫苦连天 哀声动地 但唯独王皇后脸色泰然 像是什么事也会发生一样 一面派人去寻找食物 一面令人去探明道路去向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郑巧遇上了前来营救的 民总兵商邱伯侯信 把地后一行人马 借到苗区 逃到柳州 后来驱舍偶保卫住了桂林 便派兵把永历帝集公圈 迎护回了桂林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没有人不从心里佩服王后 陈伟有胆略的 永历二年 公元1648年3月 王后生下了儿子慈凡 永历帝宣布大赦 已是庆贺 南明政权移至桂林 清廷是绝不允许的 于是便派大军攻打 王皇后知道以后 二话没说 马上带头把自己寄存的粮食 影响衣物送给守卫将士 以激励是气 最后东西全送完了 王皇后就把头上带的簪子 耳上挂的耳环等首饰 当场取下 全部捐献出去 他激昂地说 前方将士连生命都不要了 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如果国家完了 我积攒的越多 越是帮助敌人了 这道理我还是明的 瞿石粗的妻子 少氏在王皇后的照感下 也同样拿出金珠捐献出来 前方将士听了 无不感动 群情激愤 重置成城 士气大振 击退了多于自己数倍之清军 桂林保卫战 终于以明军胜利告终 王皇后的贤德 亦是在举国上下到处传扬 永历六年 1652年 东十月 占据云贵地区的张县中 农民军余部孙可望 派人迎接永历帝到贵州的安隆所 经贵州安隆 改为安隆府 作为行宫 孙可望只是想借一下后名的招牌 实际根本不把永历帝放在眼里 更不听他们的指挥 每年只送银八千两 米六百十作为永历帝及朝臣的口粮 在他的账本上紧写道 皇帝一名 皇后一名即从官署名而已 眼见明政权日渐衰微 雍鹿无能 永历朝部分权臣就想投靠孙可望 官僚马吉祥和太监庞天兽 甚至怂恿孙可望受缠 篡夺地位取而代之 这样孙可望对永历帝更加傲慢无礼 这批权臣的野心 引起了朝臣中比较有骨气的吴真玉 张福禄 权威国等十八人的极大愤恨 他们暗中与正在出征广东的名将 李定国联系 请他回来保驾 迎接永历帝 谁知走漏了消息 于是在永历八年 公元1654年3月 大兴所谓密诏之欲 孙可望下令到处捕人 张福禄 权威国急急忙忙 向昆宁宫逃去 请求马太后和王皇后救命 哪知庞天兽等人一直尾追其后 闯入宫门 把张福禄 权威国一举抓住 王皇后勇敢地冲上前去 想解救他俩 庞天兽仗势七人 对王皇后的干预毫不理睬 硬刑将人抓走 结果这18人全部遇害 他们就行的时候 毫无据色 隐行高歌 史书记载了当时的场面 虽三尺童子无不垂涕者 意思是说他们的浩然正气 连不懂事的孩子 都被感染得热泪毒况而出 屈炎富士的马吉祥 庞天兽为进一步讨好孙可望 便借口王皇后 曾在昆宁宫救人 此事证明王皇后参与密谋 知情不报可杀 免得留下后患 他们的目的是杀了王皇后 再费永利地 自然就少了一个障碍 想好了这主意 于是找来死党消应 指使他上书密作 当时的主事效应 心领神会 马上起草 无非是说 后非干预朝政 如何如何扰乱朝纲 王皇后破坏朝廷规矩 理应废掉 不然后患无穷 希望永利地明鉴 王皇后得知这一消息 思绪万千 本想能帮助帝君 为反清复明 有一番作为 想不到今日 竟连性命都不能保全 不觉悲从心来 他含着眼泪 找永利地 哭诉说道 真没想到 西汉末期 往往窜汉的悲剧 又要重演了 大明江山 真的要葬送在我们手里了 说完气不成声 永利地 也是暗自落泪 默默无言 无可奈何 最后决定要死就一块死 就把王后留在寝宫中 用这种办法也许能救王皇后一命 也是向这些全奸们和孙可望表示一下态度 孙可望并不傻 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虽说是杀了十八先生 还是设于外游礼定国 郑成功 一干武将继续尽忠于明朝 朝臣终结之势也还有不少 他权衡了利弊 未敢下手 王皇后的性命总算得以保全 永利地也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八九年之久 永利十三年 一六五九年正月 永利地逃到了缅甸 只住在几间竹边的房子里度日 生活极其艰苦 王皇后由于长期奔波劳累 心境越来越坏 染上了疾病 永利十五年 一六六一年 缅甸发生政变 金楼白相王被他的弟弟猛白杀害 猛白自立为王 为了巩固新政权 向清朝讨好 猛白假意邀请永利地的大臣穆天波 庞天寿等四十二人过江盟市 同饮咒水 暗中却派兵将他们全部杀死 这就是史称的咒水之祸 这次事件之后 宫中的贵人 宫女以及大臣的亲女 都预感到末日降临了 纷纷悬殊自尽 每当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 王皇后就哭着对手下人说 我不是没有气节的人 我也不是不能像他们那样去做 可我还有马太后 她老人家需要照顾呀 我要一死了之 马太后还能活吗 皇上不就更凄惨了吗 我不能先死 于是王皇后就拖着重病之躯 一直维持永利朝的残局 永利十六年 一六六二年二月 勉王见永利帝侍从已被处境 就将永利帝献给清军将领吴三桂 王皇后在被清军压界进京途中 与马太后同时在砍车中自相恶吼而死 这样 中烈的王皇后没有救的两难民政权 她与难民王朝一起消失了 你好了之后 谢谢观看